這個鼻塞流鼻水或是分泌物有血絲 當然如果它持續了好幾個禮拜 我們還是建議這個民眾 還是要就醫看一下它的狀況 不要說拖了很久才就醫 當然一般的鼻塞流鼻水或帶血絲 有很多原因是一些發炎性感染性的疾病 並不是所有疾病都是 是一些這麼嚴重的腫瘤引起的 不過我還是建議說經過醫師的檢查跟判斷後 這樣民眾也可以放心 也不用過度的焦慮 台灣所有癌症的這個耗發力 這個新增病例 統計起來大概是這樣子 2300萬人口裡面 一年大概新增的這個癌症的病例 大概有9萬人 9萬人 那麼屬於鼻部的這一部分的這個癌症 大家比較清楚的應該是鼻炎癌 這是一年大概會有差不多1500例 那另外有一種癌症 它不是長在鼻炎部 它長在鼻腔跟鼻鬥裡面 這個我們叫做鼻疾鼻鬥腫瘤 這個就少了 大概鼻炎癌的十分之一而已 所以統計起來 台灣應該一年 只有120例到150例 那這當中最常見的病理分類 是臨狀上皮癌 那比較罕見的 有這個秀神經母細胞癌 那鼻疾鼻鬥的這個腫瘤 它症狀剛開始都不明顯 有時候只是覺得這個鼻子髒髒的 有鼻塞 那有時候腫瘤大起來以後 它會流鼻血 流鼻血 那因為怎樣呢 台灣很多人鼻過敏 很多人有鼻細膿 所以常常這種症狀會跟 比較良性的鼻過敏跟鼻細膿來混淆 所以病人沒有早期診斷 所以有時候發現鼻疾鼻痘腫瘤的時候 已經都很大了 所以在這裡呼籲就是說民眾 你有鼻塞的話 還有不正常的流鼻血的話 還是要早一點 請耳鼻和賀醫師幫你診斷一下 因為現在鼻腔內刺劑已經很進步 鼻腔內刺劑檢查也不會痛 那很簡單就可以發現說 這個鼻疾鼻鬥到底有沒有長東西 那有長這個腫瘤的話 那只要不是太輕患太太廣泛 跑到乳腔裡面還是所有 淋巴腺的轉移的話 經過這個切除手術 然後有時候加上開完刀以後做 開完刀以後做方射腺治療 一般醫護還不錯 所以重點 對於這個鼻疾鼻鬥的腫瘤 還是要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 謝謝 謝謝 謝謝